今時財經 點時成經 大家好 我是曾靜一 來看今天的重點財經新聞 中國7月份的CPI陷入了通縮 出現兩年半來的第一次 但是國家統計局說 CPI只是階段性回落 有望逐步回升 官媒表示 房地產政策的優化調控 可能會擴展到四個一線城市 房地產商陳吉東表示 內房企業需要回歸理性 薄利多銷 美國6月份對中國的出口 創下兩年半來的新低 台積電的創辦人張忠摩說 中國有辦法反擊 美國卡脖子的政策 中國是否陷入了通縮 通縮這個詞現在特別敏感 但是從中國7月份的 CPI數據看起來出現兩年多來的第一次下降 也就是負增長 但是官方也就是國家統計局的官員表示 通縮其實只是一個短暫的現象 國家統計局在新年3的數字顯示 7月份中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下降0.3% 增速比上個月回落0.3% 是2021年3月以來第一次負增長 官方說這個通縮只是個短暫的現象 至於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 CPI跌幅收窄到4.4% 反應上游通脹已經觸底 受到去年同級基數較高的影響 內地居民消費者價格按年有所回落 同績據說 7月份的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 按年下跌0.3% 這是2021年2月以來第一次路的下跌 食品價格由升轉跌 按年下跌1.7% 影響CPI下降大約0.31% 當中豬肉價格下降26% 降幅比6月份擴大是8.8% 鮮菜價格由升轉跌 雞蛋 牛羊肉和鮮蟹類的價格 跌幅都有所擴大 非食品價格由6月份的下降 0.6%轉為持平 當中服務價格上升1.2% 漲幅擴大0.5% 主要是暑期出遊大幅度增加所帶動 國家統計局程世思首席統計師董立娟說 CPI按年回落是階段性的 隨著經濟恢復向好 市場需求穩步擴大 供求關係持續改善 加上去年同時高基數影響逐步消除 CPI有望逐步回升 至於反映上游通脹的工業生產者 出廠價格指數PPI按年下跌4.4% 跌幅比6月份收窄一個百分點 儘管石油和天然氣開採 煤炭開採和錫炫 還有石油 煤炭以及其他的燃料加工 化學原料 化學製品製造業 以及黑色金屬野鏈和壓炎加工業的 價格降幅都超過一成 但跌幅有所收窄 國家統計據說 PPI的降幅收窄 主要是受到國內生產供應 總體充足 部分行業需求改善 以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傳導等等的因素影響 但是也有分析說 外需下行 跌加內需弱復蘇 可能會制約今年之內的PPI修復的幅度 同比要轉正還是有一點難度的 在中國經濟當中 還是要持續地關注的就是 內地的樓市目前仍然疲弱 開發商債務違約持續 尤其被認為本來是形象或整體狀況 比較良好的碧桂園 2000多萬元的債息都沒有辦法償還 可能還要再一段時間了 這個被認為是違約 但是還不算正式的違約 那麼市場關注碧桂園的整體健康情況是如何 發展商資金緊俏的情況並沒有改善 被在香港是攔酬的內房股碧桂園 上個星期配股集資觸交之後 只有一個多星期就爆出了流動性的危機 不能如期支付兩筆美元 債券利息合共2250萬美元 則算港元大概是1.8億元 違約風險放生 碧桂園承認可動用資金正在減少 出現階段的流動性壓力 但是據了解這個因為當時在發債的時候 它是投資級別的 所以還有14天的寬限期 事件導致碧桂園雖然在星期二股債雙殺 但在星期三這一天股市股票價格跌幅收窄 在星期三下跌1.77% 收報1.11港元 多支的境內債券也都是在上漲的 另外一家企業就是大連萬達集團 由於他們的高層人員涉及華東項目的貪腐 有三個人受到調查 突然被公安帶走 其中包括了高級副總裁劉海波 另外大家關注的就是恆大 《金融社報》一篇文章談到了如何監管恆大 說作為中國最大的房企產企業 恆大在7月份公佈 他們的到2022年的時候 資產1.838萬億元人民幣 負債有2.437萬億元 賬戶現金只有43億多 整個看起來名義上已經算是破產了 他們提出一個問題就是 在中央房住不炒的總政策之下 金融監管微觀神聖 宏觀神聖雙管旗下 非金融系統重要性的企業恆大如何突破監管 大而不倒在恆大如何演化 恆大案例對系統重要非金融企業的監管有何教訓 當中特別提出來的是 行業自律和微觀神聖 能不能約束恆大這樣的野蠻擴張 在星期三的尊心消息 來自於天眼查apps的信息顯示 恆大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新增多條被執行人的信息 執行標的合計5.1億多元 算起來他們現在公司已經有510條池 被執行人的信息 被執行總金額超過了433億元 在中國排名區前 幾大房地產企業現在都陷在債務的困局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對於相關行業和產業的影響 而樓市的投資銷售對中國經濟當然非常重要 有什麼方法來提振 據說現在在優化的房地產調控當中 有一些措施出來包括針對四大一線城市 來自於官媒的消息說 現在存量房貸降息的問題 預料銀行會減負也有新的招數 官媒引述多位業內專家說 金融管理部門做出了明確表態之後 存量房貸利率下調 已經轉入了方案研究制定和實施階段 調整存量房貸利率也許可以通過借貸雙方的協商 大型銀行發揮投研作用等等多種方式來推進 在這個過程當中 銀行的進息差肯定會是受到壓力值的關注 監管部門可能通過引導降低存款利率 實施降準等進一步降低銀行負債成本 而內地經濟觀察網一述消息說 北京 上海 廣州 深圳 這四大一線城市的房地產政策調控 優化會議會在8月份召開 指房地產調控政策的範圍 現在會擴大到一線城市 報導說7月底之前 四個一線城市被明確要求保持穩定的 房地產調控政策 主要是擔心如果一線城市大幅度放開 可能把周邊城市的需求鴻洗過來 所以當時政策是不能只管自己旺 而且要大局觀 而中國國務院主辦的經濟日報 發表評論文章說 最近北上廣山四個一線城市密集發聲 都提到支持還有更好滿足 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意味著房地產政策調控範圍 可能會向一線城市擴大 文章說一線城市房地產市場的下行壓力 比其他城市更小 預計將應城適度調整 時間上可能是漸進 空間上可能從城市周邊開始 同時還要堅守防住不炒的原則 還有個消息是 各地保交樓現在在穩步推進 澎湃新聞說 目前已經完成住房交付 超過了165萬套 因為保交樓保名聲保穩定 是中央最重要的決定之一 而保交樓的同時 也開展專項審計和資金追繳 絕不讓違法違規者經產脫渴 另外《證券時報》的報導說 樓市的拐點是不是已經來了 他們引述科爾瑞研究中心的數字顯示 28個種田城市在8月份預計新增 商品住宅供應面積有1051萬平方米 環比上升25% 從供應結構各個產品檔次分布看起來 改善佔比高達6成 當然整體房地產還是比較弱的 不是說這個數據就代表了 房地產真的回來了 過去半個世紀來看的話 在香港的房地產市場的經營 是這樣經過幾波的周期 有漲有跌 而且到時候當時暴跌的時候 很多的投資者損失慘重 很多地產商也是很大的壓力 至於在中國內地方地產市場方面 過去30年來還沒有經歷過個周期 所以香港橫隆地產主席陳啟宗 在出席一個論壇的時候 就談到了內地方地產企業 如果沒有經過個周期 怎麼來面對未來呢 陳啟宗在出席博敖房地產論壇的時候說 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的房地產行業 能夠30多年沒有經歷過一個大的破產潮 而內地房企市場過去30年 卻沒有經過大的波動 沒有經過大的破產潮 所以房地產商以為 他們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但事實並非如此 而且沒有經歷過兩三個大周期 大起落的房地產商是不可靠的房地產商 陳啟宗說 政府在過去幫了好多房地產商 過去30年應該破產的沒有破產 而不過去的不是因為你本領大 是因為政府不願意讓你破產 給你一次又一次的機會 他認為內地房地產的高周轉模式 是不可持續的總有一天會破滅 房地產泡沫吹得太大 破裂之後會有一定很多後遺症 老百姓對經濟的信心 花錢的信心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對中國經濟也不會是好事情 但是他相信房地產行業絕對沒有問題 一定會持續下去 問題不是行業會不會出事 問題是你跟我也就是地產商們會不會在 這是一個切身的問題 他也說房地產行業必須要回歸理性 希望這一次的教訓 讓仍然在房地產行業裡面 繼續下去的朋友能夠回歸理性 我李多肖 在中國公佈7月份的CPI數據 還有房地產仍然在疲弱的情況之下 仍然是這段時間的股市 比較大的一個承受壓力之所在 我們就來看一下 港股在星期二的下跌之後 今天在尾盤的時候是拉升了 不過A股方面仍然是表現在下跌的 內地通脹數據繼續走弱 滬深股市延續盤整滬深主板的股指 午後跌勢擴大 兩市成交縮量不到7500億元人民幣的水平 北上資金連續第三天竟賣出 上證宗指數盤3244點跌16點 深成指11039點跌58點 創業盤指數跌0.01% 港股今天小幅度反彈 恒生指數收盤19246點 升幅0.32% 主板成交只有850億港元 今天的恒指盤中曾經低近19056點 逼近了19000點的關口 恒生科技股輕微下跌0.49點 國企股指數上升25點 蓝筹股漲多跌少 生物制約和石油板塊漲幅居前 亞太區其他股市普遍走弱 日本股市日經平均指數下跌 0.53% 報32204點 有分析說 日本股市在線30年來的高工時刻 將會越來越難 外資獲利了解等因素成為阻力 至於在會市表現方面 人民幣在星期三上升了 連安價在7.21到7.22之間 在安價收盤的時候 在7.1989下跌144點 在不穩定的國際環境當中 企業現在要做的一件事情 或希望能夠做的一件事情之一 就是能不能夠減少匯率風險 泰國央行提出這樣的建議 就是說多多使用人民幣 減少匯率風險 泰國央行助理行長Lisara 她上個星期向傳媒表示 泰國計劃在貿易和投資當中 推廣人民幣 以及其他亞洲貨幣的使用 以降低匯率風險 她說 泰國推廣美元以外的貨幣的使用 已經超過了10年 隨著一系列雙邊央行安排 和金融基礎設施發展 將有更大的發展動力 她談這個話的背景是 泰銖對美元的波動 去年以來已經有所上升 所以減少這個波動 可以多多用人民幣 或相關的亞洲貨幣 另外俄羅斯銀行說 莫斯科交易所外匯交易當中 人民幣所占的份額 從6月的39.8% 上升到7月的44% 創下記錄的新高 在場外交易市場 人民幣所占的份額 從6月的18.4% 升到了19.2% 對俄羅斯實施制裁的國家貨幣 在莫斯科交易所外匯市場的份額 從6月的58.8% 下降到7月的54.4% 下集回來關注前的消息 我們到時候見 歡迎回到軍事財經 美國拜登政府一步一步 全方位地要切斷中國 在高端科技發展的能力 美國《紐約時報》就報導說 拜登政府在新一線 還會公佈一項新的措施 但是中國的能力 並不會因此而中斷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的時候 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首先看的是《紐約時報》報導說 拜登政府準備在星期三宣布 對涉及敏感技術的美國 在中國的投資 實施新的限制 這些新規定會限制 美國的風投企業和私募股權投資公司 投資中國的某些先進技術產業 包括了量子計算 人工智能和先進半導體 報導也說 新規會要求美國公司 在投資中國眾多行業 是披露更多的資訊 但是我們看到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在接受《紐約時報》專訪的時候 就談到了美國要阻止中國大陸 獲得尖端半導體技術 他並不擔心美國的做法 會切斷大陸獲得尖端半導體技術的渠道 他認為美國公司會失去一些業務 大陸將會找到反擊的方法 但他也說 大陸奪得半導體霸主地位的機會不大 我們就來看一下日經新聞從中國的科研論文 繼續三連貫來看一下中國目前的實例 說在科研論文數量和質量的三大指標當中 中國連續兩年位居世界第一 日本文部科學省研究所8月8號發布的報告顯示 中國在整體的論文數量和被其他研究者引用的次數 分別在前1%和10%的論文篇數上超過了美國 中國正在逐步確立不依賴歐美的獨立的研究體制 中國2017年在論文總數 2018年在受關注的論文數量 2019年在頂尖論文數量方面超過美國 連續兩年保持三貫網的地位 正在科學研究領域構築堅如磐石的地位 日經新聞研究的報告指出 他們也說日本文科省的科學技術和學術政策研究所指出 雖然中國本國引用的數量很多 但是中國屬於在研究能力方面不容小覷的存在 這一點沒有改變 那麼另外來看的是中國近年來增長顯著的是 最近10年超過日本和法國猛追英德 其他調查也顯出 在中國這些尖端研究者的論文 被其他國內研究者引用 使得研究變得更加的活躍 日經新聞是一直關注中國的科技論文的研究 還有被使用的情況 這幾年中國都是保持非常領先的 我們再回到來中國看看 跟美國的貿易關係方面 上一節我們談到了俄羅斯方面 人民幣在俄羅斯外匯交易所的占比7月份 高達了44% 創下新高 這是因為其實中國跟俄羅斯的貿易進出口 也在增長 再回看一下這個數字 人民幣在俄羅斯的外匯交易占比7月份 達到44% 與此同時海關總署的數字就說 如果按美元計算的話 今年前7個月進出孔額 錄得正增長的4個地區 俄羅斯排名第一 對俄羅斯的增長大概有36.5% 接近了37% 其中出口大增73.4% 中俄貿易關係在升溫 但是美中關係貿易的升關係在下降 美國商務部星期二說 6月份美國跟世界其他地區的貿易在降溫 進口降到19個月來的最低水平 而6月份從中國進口的商品比上個月下降4.3% 當月對中國的逆差減少21億美元到228億美元 對中國的出口創下了2021年2月以來的新低 6月份的貿易逆差收窄4.1%到655億美元 在這樣的一個變動過程當中 中國不再是美國第一大進口地 第一大進口地由墨西哥取代了 如美國正在推進跟友好國家 構築供應鏈的有岸外包 在中美對立的背景之下 商品的流向開始發生變化 一到6月份來自墨西哥的進口額 達到創紀錄的2360億美元 同比增長超過5% 這是美國來自墨西哥的進口額 超過了減少兩成以上的中國 這個數字有2030億美元 中美的這個額度 那麼加拿大也以2106億美元 超過了中國 有分析說 這個里程碑式的數字 象徵著美國貿易發生的變化 分析說對於美國的政治家來說 國家安全和保護美國工人等因素 比經濟效率和低價格更加重要 來關注一下香港方面 香港在這段時間 我們看到住宅價格下跌 已經出現了8年來的低位 雖然下跌了 但是很多民眾還是買不起房子 至於在商業大廈 也就是寫字樓方面 現在也罕見地出現了 英資的機構置地公司開始賣樓 而且是一棟樓這樣向外出手 《星島日報》報導 英資公司置地 罕有放售中環交易廣場 第三座全壯甲級商下 每方英尺 較價3.8萬港元 所價達到160億港元 成為近年來中環區罕見的大手放盤 市場矚目 主要是因為疫情打擊之後 商業大廈市場吹淡風 空置率創立來的新高 世邦為理事的數字就顯示 今年上半年整體控制率升0.4% 目前處在15.7% 屬於歷來新高 而另外一個機構 第一 太平洋戴威斯最近發表的 第二季度香港寫字樓租賃市場報告 就說大多數公司對商業環境持謹慎態度 影響寫字樓市場 預料下半年寫字樓租金會降3%到5% 報告也說 今年上半年香港新股集資格只有178億元 新股市場冷淡 意味著投資銀行和證券公司的 業務前景並不明朗 也許對中環設立辦公室的 內地公司來說影響是很大的 還有不少公司的業務前景不確定 加上目前裝修成本很高 每平方英尺要1500元的裝修成本 所以企業對於搬遷或擴張 其實是持審慎態度的 商業大廈現在的空置率創下新高紀錄 另外在需求下降的時候 還有就是香港另外一個 跟商業大廈有關的 那就是港人的消費 它的模式也在改變了 北上消費 現在深圳是積極地在爭取 港人北上消費 從好的角度來看的話 就是越搞大灣區現在便利生活圈 越來越容易一天來回 那麼現在這個港人北上消費 深圳最新的做法要推出的是長旅客 深圳羅湖要推出個長旅客措施 港人過關將來會更加便利 在8月8日這天 深圳口岸發布了18條措施 雙電容涵蓋了提升旅客通關環境 通關便利通關體驗等各個方面 根據深圳口岸辦主任王剛說 接下來羅湖口岸會實行長旅客計劃 通關查驗會更加便捷 點燃港人北上消費的熱情 港人生物大亂區真的越來越便利 所以深圳口岸再優化 便認為搶客搶到了最前線 還有一個消息是 香港的港鐵公司正式宣布 下個星期開始推出靈活型 也就是當天變更車次安排 往返西九龍站到福田站的乘客 可以在原來車次開出前45分鐘 到開車後 一個小時之內使用靈活型 一天最多可以三次左右的時間 或可以給它四次左右的時間 這是被認為是廣深港高鐵 地鐵化正式落地了 地鐵化也就是通行更加的方便 但是有港人說 希望能夠簡化健康碼的申報 同時延長深圳的地鐵的時間 同時延長深圳到香港的過關的時間 這方面如果再突破 那就是更加的便利了 評級機構目的投資 是三大評級機構當中 唯一還保留美國主權評級 三個大A的 但是他們在星期二的時候 下調了美國的中小銀行的評級 十家被下調 還有好幾家被列入觀察名單 目的投資主要是下調了十家 中小銀行的信用評級 並且警告可能會下調美國 合中銀行 紐約梅隆銀行 道富銀行 還有Trust Financial等等 美國主要銀行的信用評級 說融資成本上升 以及收入指標下降等等 會削弱銀行的盈利能力 我們看一下這樣的一個 警告出來之後 道瓊斯指數曾經大跌超過了450點 收盤的時候跌158點 目的認為收緊貨幣政策 產生的壓力不會在短期內消退 所以他們調低了十家銀行的評級 主要是反映行業面對的逆境 並不是意味著銀行體系破損 認為美國銀行業仍然表現強勁 但仍然將紐約 梅隆銀行和道富銀行等 六家大型銀行 列入可能降級的觀察名單 而這個時候 美國貨幣市場基金收益 攀升到16年來的高點 在5.13% 有分析認為 美國投資者踴躍轉投低費率的基金 說最便宜的20%的基金 去年竟吸引3940億美元的新資金 其餘的80%的基金 合計遭遇了7000多億美元的淨流出 顯示投資者日益重視壓低成本 能不能夠壓低成本 那麼掙更多的錢呢 在目前的不確定的環境當中 美國銀行業 中小銀行業 有十加倍調低評級 這是因為年初以來的銀行業 的風波還在持續 至於在意大利方面 突然要對銀行徵收暴利稅 市場就感到非常的驚訝 意大利的右翼總理 梅洛尼政府內閣 星期一突然批准 向銀行業徵收暴利稅 可能會為庫房進賬 20到30億歐元 當地銀行股 星期二硬升急跌 整個銀行股的市值蒸發 超過了100億歐元 意大利的副總理薩爾維尼 宣布這個措施 說由於銀行業在今年 因為利率上升 而獲得的額外超額盈利 最近幾個季度的利潤履創新高 所以國會通過向銀行業 徵收40%的暴利稅 所得金額會用在扣減稅下 以及為按揭貸款人士 提供財政支持 說這次徵收的暴利稅 分析認為 可以為意大利政府 帶來接近20到30億歐元的 額外稅 花旗就說 這次暴利稅的總額相當於銀行 今年盈利大約一成九左右 並且認為 徵稅對銀行的資本和盈利 都帶來相當的影響 但是在星期三 最新的機構分析說 意大利銀行暴利稅的事情 似乎已經被市場給消化了 但是還是有延長徵收的風險 所以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的 就是在美國和歐洲 尤其在意大利方面的 銀行業的風險 究竟會如何影響到 全球的金融市場 值得我們的關注 感謝收看 我們再會 我們下集團